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 今天是我们的第23期节目 我们的宗旨呢,是让您的耳朵忙碌起来 虽然呀,我们的节目呢,在中美不同的视频平台上都有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希望您可以在欣赏我们节目的同时 休息休息眼睛,让耳朵来接收到中美之间发生的超级大事 以及我本人为您提供的不同视角的讲评 这两天啊,这个国内的相声有心人这个节目正在热播中 我刚看了第二期节目,这期节目呀,看得我都快掉累了 第二期中啊,有几对相声演员讲述了他们的不容易 甚至有因为喜爱相声而坚持在园子里表演 几年下来就赔了四百多万 在这个节目中,郭德纲可能是因为感同身受而又无能没力 所以对这种现状啊,表现得很是痛心 节目中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 而水平还不错,但仍然不运不火的也大有人在 他们一直在为梦想而坚持 但他们一直都没有回答 自己在创业之前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在我从筹备做我的公司开始 到公司正式对外运营,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吧 这两年之间,我在本地一对一的 与大约两百多名有志创业的人士当场见面和深谈过 这些朋友们啊,在谈起他们感兴趣的项目的时候 滔滔不绝 但每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要么就是面露难色 要么就是认为这根本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很遗憾 这两百多位朋友啊,据我所知 到现在的成功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这里的成功我定义为已经有一定的进展 在本地或者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我当然不认为我说的这个问题是这些朋友到现在还没有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啊,是最容易被创业者忽视 但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不管你的产品和服务有多好 你通过什么能让别人知道它? 我以前一直在说一句话 即使你在卖耳挖勺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在卖耳挖勺 你也能发大财 这句话虽然有些极端 但我认为啊,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那我另一句常说的话就是,酒香最怕巷子深 这句话更精简地概括了我的意思 其实我在与那两百多位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啊 认为其中有几位的想法和接近成品的那个产品 应该会被市场欢迎 不过最终还是有一些朋友的产品 因为销量惨淡而最终放弃了 这是因为大家在构思自己的创业大忌的时候 经常把销售这个问题放到最后的一环去考虑 而且尤其是在类似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样的思想舞蹈下 而无意识地忽略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所以很多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造一个完美的产品或者服务上 却在销售环节做得一塌糊涂 甚至听天由命 那为了呼应我上面举的耳拉勺的说法 我先举两个例子来自中美的两个产品 这两个产品看起来做得很一般 但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个呢就是咱们中国的好123这个网站 好123刚开始的时候长的是这样的 现在2018年了长的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看到从布局上也好 内容上也好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技术上来说也都是非常简单的 然而这个网站啊 现在全球排名是第73位 在中国的排名是第18位 好123在1999年创立 在2004年被百度收购的时候 全国的排名已经到达了26名 而当时的收购价是1700多万元 再加上一部分百度的股票 而据说现在这个页面 注意我说的页面都谈不到是一个网站 每年这个页面能给百度带来几十个亿的收入 这个最简单的产品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多的人知道它在使用它 大量的中国人在互联网的初体验呀 就是从这个网页起步的 我给我的母亲大人买了新电脑之后 她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这个网站 并设置成主页 这个网站的网页呀 一直都很简朴 不花哨 她现在取得的所有成功 靠的就是她把一切的精力 都用来去获得新的用户赏 而美国的一个与好123遥相呼应的网站 就是Quickslist 这个网站呀 是咱们生活信息类网站的鼻主 五八同城就是模仿它起家的 不过和现在的五八同城相比 Quickslist简直可以用土的吊渣来形容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这十几年来 它的界面几乎就没有改变过 但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没有另一家生活综合信息类的网站 可以和它竞争 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这个网站而不是其他的网站 那这与产品好与不好 其实都不是最大的关系了 但如果我现在问您一个问题 说假使您现在有一个类似好123 或者Quickslist网站 功能更强大的同时操作也更简便 理想来说就是只要用户一访问 用户体验就可以秒杀好123 以及Quickslist 那么你觉得你可以战胜他们而成功吗 那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No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从现在开始 每天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如何将您的产品让更多人知道 甚至在你准备开始创业之前 先确认自己有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后 再决定创业 那这样你的创业的成功率一定就会更高 当然 在我当初与那200多位准备创业朋友交流的时候 有不少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当有人用过我的产品之后 口口相传 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更多的用户来关注并购买了 那这个回答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创业者的想法 他们简单的认为口碑和口口相传 是解决销售问题的良方 但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口口相传一定是最理想的营销方式 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来说 它并不具备快速形成规模化 口口相传的先决条件 口口相传在营销上的术语叫做病毒式传播 所谓病毒式传播一定是一穿十十穿百 这种几何级数的传播方式 而不是一口对一口的这样的方式 因为你的公司也好 你的耐心也好 可能都活不到一穿一最终能养活你的那个时候 而即使是病毒式传播 其实也在很多情况下 需要通过所谓的大V的加持 因为再好的病毒也不会让每个人都中毒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值得传播的产品或者信息 那每十个人之中可能也只有一个人会因为产品本身的优秀 或者是因为传播本身可以给自己带来了好处 而去担任传播的下一集 那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大V的参与 很可能这样的传播到了某个节点就中断了 那这个问题上我们最为熟知的案例就是江南style这首歌的大红 当然了这首歌本身确实具有流行特质 但事实上有同样特质的歌曲其实多得很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红到这个地步呢 因为他们缺少Justin Bieber和Kate Perry这样的大V的推波助澜 一个大V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粉丝 这就意味着一个推荐就有可能产生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传播节点 而大V的下一个传播节点可能又是几百个大V 这样的话立刻就可以用几何集数来传播起来 那我们普通人仅靠自己的努力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 比如说咱们普通人的微信 那你的微信最多也就几千个好友 那这几千个好友也仅仅能形成几百个传播节点 而且这传播节点又是普通人那一集的 微信这里又不能保证你发在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的链接 可以被所有好友看到 所以一般在微信这个平台上 我们想从自己开始发一个链接出来 是不大可能形成病毒式传播的 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说不管你对你的产品有多自信 就千万不要把口碑传播当成你获得用户的唯一方式 你一定要做些主动的营销方式来 我身边最惨痛的一个案例 就是之前国内一个一线城市里非常火爆的小吃店 来到我们所在的San Diego这个城市开店 那个小吃店在国内那个城市里开了好几家分店 每家都是爆满 甚至当时我们公司有人也是来自那个城市的 他之前在国内都在那家店里排过队尝过 确实好吃 那这家店的老板开业前就来找我们 所以你们过去试吃一下 吃完以后我问老板说我可以针对你们特点提几个营销方案 你们根据你们预算呀来选择一下 看用哪个营销办法 然而老板跟我讲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花钱做营销 因为他们之前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让他们对自己的小吃的水准呀非常有自信 他们相信口碑相传自然就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也形成排队入店的局面 虽然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吃这家小吃的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三个月之后因为生意太清淡 那家店决定关门停业 而最近的一个案例 本地一个开了业几个月的品牌连锁加萌店 一开始他找其他媒体宣传 但效果不是特别好 就来找我帮忙 那当年老板就问了我一句 说你周围的朋友觉得我们店的菜怎么样呢 那我的回答是 对不起我周围的朋友没有人在谈问您的店 虽然您的菜还算不错 但确实你之前的宣传并没有让很多人知道你的特点 也没有给他们一个理由来到你的店里 最终因为资金的缺乏 他还是没有决定做进一步的营销 虽然我通过我的资源 为这个老板带来了每天50到100份的订单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生意整体的评单 大概半年之后他还是将他的这个店脱手转让 不管是作为一个华人的媒体 还是作为一个吃货 我们身在美国 看到身边有这么多不好吃 却顾客众多的饭店 但同时又看着一个个好吃 却门可罗雀的华人饭店倒下 真的很令人痛心 所以有一句话我是认同的 如果你的公司只剩下一点钱了 你要把这点钱全用在打广告上 当然这里并不是给我的媒体公司打广告 因为我们也不是万能的 但不管你选择的怎么样的营销公司和营销方式 你都要像对待产品一样对待你的市场营销 最后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些相声园子 只希望给这些热爱相声的年轻人们提个醒 卖票这件工作和把相声说好这件工作 是同样重要的工作 如果你只会说相声 一定要找一个会卖票的人和你合作 切记 切记呀 好的我是维青 欢迎大家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中美大事随身厅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